小朋友其實在大概三天前的晚上 晚上大約九點多的時候 經由救護車送到本院的計程室 在計程室我們做了一些初步的檢查 我們發現小朋友身上下半身有多處的瘀傷擦傷 然後頭部頭皮底下有嚴重的血腫 當下我們有幫病人做了一個緊急的 頭部電腦斷層掃磨的檢查 我們發現病人有嚴重的腦傷 和病有爐內出血 在計程室的當下我們做了一些初步的檢查之後 我們發現病人是呈現一個重度敷明 雙側瞳孔放大 而且對光線沒有任何反射的跡象 跟家屬做妥善說明之後 我們還是決定立即幫小朋友安排做緊急的手術 目前小朋友的狀況 腦壓還是非常的高 還是非常的高 生命跡象還是不穩定 走速之後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天 目前人持續在加護病房接受緊急的治療 根據目前所有的跡象顯示像來看 很明確這是一個外傷造成的 我看到的是病人的下半身有多處的瘀傷 另外在頭部的部分 頭部的部分其實它頭皮下有嚴重的腫脹跟瘀血 可是它的頭皮皮膚表層其實是完整的 並沒有看到一些開放性的傷口或者是擦傷 比較像是有隔著什麼 比如軟墊也好或者是一個隔離屋也好 然後反覆的撞擊頭部之後啊 力量直接纏導到腦部裡面 可是並沒有造成頭皮明顯的皮膚損傷 我原本我對我們的司法很有信心 以前的恐龍法官什麼之類的 我還存了一點疑性 可是現在遇到我在我的身上 我發生這種事情 你叫我怎麼相信司法 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了 他竟然還可以這樣子無保前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教練有來看小朋友嗎 沒有 完全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來關心 是 到現在一句道歉都沒有 沒有 我們任何每一位為人父母者 心裡面都會充滿的不捨 充滿的遺憾 這個教練應該公開的向父母親來道歉 向孩子們表達一個歉意 以後學校本身我們在推動相關的訓練 或者是相關的這種練習 也應該要以這個事件 以你為界 同時呢 如果是孩子參加校外的各項訓練 也應該要特別特別注意 當然我們老師或者是教練 怎麼樣去注意我們孩子的這個安全 這個一定要做為最高最高的優先 教練 我走回來 後面 配 Unde 我會不會 先 prend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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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